巴西女排双杀意大利卡罗埃尔奇帕菜宾 女排获请回光勋老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大成聊体语 本期视频大成和大家聊聊女排试锦赛 那么女排试锦赛的半决赛第二场已经结束了 可以说巴西女排双杀意大利挺进的试锦赛的决赛 那么这场半决赛确实让我们广大群迷 真的是非常意外 为什么说意外呢 因为在试锦赛的小组赛中 巴西就是曾经以3比1立刻意大利 当时大家都认为巴西女排是暴冷 因为意大利是本届女排是锦赛的一个夺冠的热门队伍 所以说大家都看好意大利而没有看好巴西 所以说在小组赛巴西的胜利 可以说广大球迷只是认为是偶然 但是没有想到在半决赛当中 可以说巴西女排再次双杀意大利 那么这一次就不是偶然 而是实力的体现 那么从赛户的统计数据上来看的话 巴西女排的复工手卡罗尔艺人 独得十分 蓝房埃格努可以看得出 他个人的一个蓝王能力是有多强悍 那么从巴西女排的卡罗尔身上 我们中国女排真的是学到了很多 特别是我们在对战意大利的时候 我们蓝房埃格努 基本上我们空有身高 但是我们一直是拦不住 我们的起跳时机和蓝王的手型 都是非常有缺陷的 那么卡罗尔也是给赛宾启迹 那么在未来中国女排要想做好 取得一个战胜世界强队的这样一个机会 我们必须要在蓝王方面有持续的一个发力 那么同时 蔡斌也表示 中国女排也会一步一步的进步 那么我们广大网友也是给蔡斌 送出了一个建议 大家都是希望中国女排的一个工薰复工 你像徐云立 还有爷妮 他们能够回归中国女排 来帮助女排的复工学手能够判断蓝王 起跳时机 还有手型下手下球的一个时机 因为不管是军力还是爷妮 他们都是获得奥运会和世界杯的一些最佳复工手 所以说他们的经验是难能可贵的 也是经历过这么多大赛的洗礼 他们才能够脱颖而出 所以说 此时如果能够请出这些工薰老将 那么对于中国女排年轻的复工 你像袁信苑 王袁苑 杨涵玉 高一这些队员 肯定是有好处的 也是为他们的成长有个加速器 我们也是期待着蔡斌能够果断地做出抉择 同时我们也是希望中国女排的复工 能够撑起中国女排往上的一片天 为女排重新计时世界强制 做出每一个人的努力 好了 本期的大厂聊期 我们聊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